奥迪邦China三分钟北美新闻近日播报 订阅ODC时事人文频道 开启小铃铛三分钟了解北美大事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称周日美国报告了 213905例新增新冠病例 1814例死亡 目前美国新冠累计确诊达到2240万6747例 其中至少374,322人死亡 总数包括来自所有的50个州 哥伦比亚特区 其他美国领土以及遣返的数字 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周一宣布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研究小组 将于本周晚些时候抵达中国 上周世卫组织表示 中国阻止了全球专家团队的到来 因为尚未批准进入该国的必要许可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他非常失望 这是联合国机构对中国的罕见职责 美国制药巨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由辉瑞公司和BioNTech公司开发的新冠疫苗 似乎可以有效地抵抗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异株病毒 这项研究于周四发表但尚未经过同行评审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周日制民主党的一封信中说 本周将在众议院采取措施 呼吁副总统麦克彭斯援引第25条修正案 罢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 该决议将呼吁彭斯立即根据第25条修正案第4条行事权利 召集和动员内阁行政部门的主要官员 宣布总统无法成功履行其办公室的职责和权利 如果共和党人阻止此举 民主党将在周二对该法案进行投票 并在本周晚些时候进行弹劾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周六在圣利亚哥与反抗议者发生冲突 警察宣布集会由于暴力行为而成为非法集会 警方官员们被石头瓶子和鸡蛋击中 KSWBTV在推特上发布了反示威者的视频 他们中大多数人穿着黑色衣服会捂着反法旗帜 并向对方阵营扔东西 白宫周六表示 预计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在周二前往美墨边境 德克萨斯州阿拉莫镇视察边境墙工作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宣布修齐边境墙 并承诺墨西哥将为隔离墙支付费用 但费用已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政府在短时间内就建造了长达30英里的围墙 其中大部分都是今年才建造的 周一比特币和其他数字硬币大跌 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抹去了约1700亿美元 截至下午12点10分 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值约为9595.3亿美元 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较前一天下跌超过11%至35828.06美元 今天早上南部高原开始出现新的冬季风暴 在接下来的36个小时内将在德克萨斯州 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降雪 风暴刚开始时 星期六在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部分地区降雪 尽管积雪相对较少 但足以使道路变得湿滑 并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部分地区造成事故 一架客机周六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海坠毁 搜救队说他们发现了一些碎片 当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由于大雨 飞机最初被推迟起飞了大约半个小时 该航空公司说 有62人在从雅加达飞往印度尼西亚昆殿的途中乘坐这个航班 当局确认飞机上所有人都是印尼公民 官方媒体周一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被赋予新的头衔 即执政的工人党的总书记 该职位原由其已故父亲和祖父担任 周日在党的代表大会第六天 当局宣布了金正恩的新头衔 朝鲜中央通讯社说 国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金正恩光荣实现了完成该国核建设计划的历史使命 以上是奥地帮China北美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